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,请订阅频道,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。 王一博成为EVSU独家签约赛车手,再次跨界,迎来首场比赛。 王一博将作为EVSU独家签约赛车手,于10月18日至20日在珠海参加GTSC系列赛收官站,是其首场GT3赛车比赛,备受关注。 王一博跨界转型受赞,展现多面魅力,粉丝助威期待佳绩。 王一博将迎来他的首场正式赛车比赛,这场比赛不仅是他的一次全新尝试,更是他职业生涯的一个重要里程碑。 作为EVSU品牌的独家签约赛车手,王一博将在珠海开启他的赛车生涯新篇章。 比赛定于19日和20日举行,许多粉丝表示会前往现场支持,期待看到他在赛场上的精彩表现。 此前,在接受采访时,王一博曾提到,虽然现在年龄较大,但成为赛车手仍然是可行的目标。 为了备战首场比赛,他已经进行了大量的训练,并且在练习赛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。 不少粉丝称赞他不仅拥有专业的驾驶技术,而且始终保持积极的态度,无论是在拍摄时尚大片还是参与赛车活动,都能轻松切换角色,展现出多面的魅力。 王一博的跨界转型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支持。 从演艺圈到赛车界的转变,被认为是极具挑战性的一步,但他凭借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对梦想的追求,赢得了众多粉丝的喜爱和尊重。 大家纷纷表示,王一博的每一次尝试都是对自己极限的突破,这种不断探索的精神令人钦佩。 粉丝们也非常关注王一博在比赛中的安全问题,纷纷留言祝愿他一切顺利,平安归来。 希望通过自己的支持,给王一博更多的鼓励和动力,帮助他在首场比赛中发挥出色,创造佳绩。 王一博作为EVSU独家签约赛车手,即将于2024年10月18日至20日在珠海国际赛车场参加2024赛季GTSC系列赛的收官之战。 这场比赛不仅是王一博的首场GT3赛车比赛,也是他从演员、歌手等多个领域转向赛车手的重要一步。 王一博在这几天的日程安排相当紧凑,先是参加了在深圳举行的Vogue胜典,紧接着前往珠海备战赛车比赛。 王一博的表现受到了广泛关注和支持。 他在10月18日的练习赛中表现出色,取得了排名第一的好成绩。 尽管前一天晚上刚结束Vogue胜典的相关活动,第二天就开始紧张地训练,但他依然展现了极高的专业素养和个人实力。 不少粉丝表示,王一博这种高强度的工作节奏令人敬佩,也让他成为了内娱跨界第一牛人。 除了赛车本身,王一博的新赛车服和赛车涂装也引起了大量关注。 他的85号赛车采用了全新的竹叶青涂装,看起来既时尚又有特色。 此外,王一博还将搭档著名车手方俊宇,共同驾驶奥迪阿8LMS GT3 EVO2赛车,力争取得优异的成绩。 为了更好地支持王一博的比赛,粉丝们成立了专门的助威团队,准备在现场发放特别设计的助威旗帜,营造浓厚的氛围。 EVSU也在其官方平台发布了王一博赛车的直播预约信息,鼓励大家观看比赛,为他加油鼓劲。 王一博的职业生涯一直充满多样性和挑战,从舞蹈、音乐到演绎,再到如今的赛车,每一次转变都展示了他对梦想的执着追求和不懈努力。 这场首秀不仅是一次重要的里程碑,也为他的多元化发展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 不得不说那于第一人跨圈这么赶的,从演员歌手到赛车手这跨度实属太大了,他在一点一点的把自己喜欢的爱好变成职业,他一步一步的在实现自己的目标,全能一人的标杆。 速度与激情,逆风与翻盘,85号赛车手王一博又重征赛场,好开心好幸福呀,又可以看到我们的赛车博王一博了,王一博呀,喜欢上你的这么多年,你总是能够带给我们很多惊喜与自豪,温馨与快乐以及满满的充实与幸福。 赛道新兴,王一博GT3赛车手秀,速度与激情的碰撞。 王一博将参加首场GT3赛车比赛,作为职业赛车手,他技术扎实,心理稳定。 专业团队和品牌支持为其保驾护航。 此举将推广中国赛车文化,吸引年轻人参与,推动赛车事业发展。 期待他赛场精彩表现。 近日,备受瞩目的青年艺人王一博即将迎来他首场GT3赛车比赛,这不仅是他个人职业生涯的新篇章,也为中国赛车运动注入了新的活力。 王一博在赛车领域的多重优势,使他成为了本次比赛的焦点人物。 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职业赛车手,王一博自2019年加入万里达亚马哈车队以来,便在亚洲公路摩托车赛中取得了不俗的成绩。 他的专业训练背景,加上在实战中积累的经验,为他在GT3赛事中的表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 除了技术层面的准备,王一博在心理上的稳定和冷静也是他的一大优势。 即使在面对赛道上的突发状况时,他也能保持镇定,迅速调整策略,展现出了卓越的应变能力。 此外,王一博背后的专业赛车团队Uno Racing的大力支持,以及EVSU等品牌的资源加持,都为他的赛车之路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。 同时,他对于赛车运动的热爱和投入,以及广大粉丝和公众的支持,都成为了他比赛中不可或缺的动力。 王一博的赛车首秀,不仅是个人荣誉的追逐,更是对中国赛车文化的一种推广。 他的参与,预计将吸引更多年轻人关注并参与赛车运动,推动中国赛车事业的发展。 随着比赛日的临近,我们有理由期待王一博在赛道上的精彩表现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,充满活力。 再见。